劉榮哥 劉榮哥 你好… 請問你… 開門第一件事又跟溫度有關 例如你們的衣服 好 33.5度 你呢?32度7度 哪度呢?33度 看吧 30度 牆壁是31度 用來走開一點 可以嗎? 你看看吧 36.5度 採訪當日室外超過38度 還未開始訪問 我看煤子,我們看著… 冷氣機 可以讓你走嗎 沒有… 我不想你的電筆單令你突破 不熱… 這些是跟天氣無關的 是採訪的熱誠 我會否覺得熱 我也覺得熱 不過不辛苦 體溫和環境溫度 直接影響睡眠質素 睡覺如何可以熱 但不辛苦 這裡就是我的睡房 有給你看的就是供電式蚊帳 因為我不可以冷氣 所以可以有蚊帳 你有甚麼小林退熱法 風扇 我的風扇就收在蚊帳裡 溫柔的氣流 不斷把身體的熱量帶走 所以它不是吹到你涼 而是帶走你的熱量 如果真的很熱 我的太太也把第二把 好,我們來看第二把 我穿過你濕得透透了 熱,不辛苦 如果真的很厲害,那天 就把廳那把較大的風扇 放進來吧 這個五火 我那把是兩火半 十火也不用 現在看起來就把幾步 床上還暗床發寶 這些,放在這裡涼 32度左右 它有一種涼的感覺 你睡下去就覺得涼 這件事也幫到手 我選擇蓮 是因為我遮蓋的太陽光 但氣還可以過來 而且我可以調校方向 太陽在那邊來,我就擋住那邊 太陽在這邊來,就擋住那邊 睡房的冷氣機淪為裝飾品 不知道能否開到 這個已經很久… 多久 很多年 我搬進來十年,我沒開過 這個沒開過 不知道裡面有多少層 或者每天吹刺,只是等層出來 不靠冷氣製冷 他睡覺前會自製 當然是沖冷水涼 這個世界沒有理由沖熱水涼 你想想,一萬年前的人 一定是衝動水涼 林朝英說,加上心靜 睡覺自然涼 如果有些心情犯燥,你不會覺得他 所以我經常說他不是風 是一個溫柔的氣流在你身上 如果你不是安靜,我根本不覺得他在 我們的攝影師不解溫柔 你看這裡多滴水 是我的汗滴到他 對,他的手臂在滴汗 對,剛剛滴在地上 很可憐 32.6 不辛苦 你現在辛苦嗎 不辛苦… 熱嗎 少許熱 少許熱,很厲害 攝影師還撐得住 攝影機就撐不住了 我們人的機器就是… 他也過熱了 攝影機過熱了 不知道你猜他 看看他有多少度 50度吧 是嗎?50度 他也投降了 看到林昭英的堅持 很多人應該慶幸 以下這件事沒有發生 我以前說過一句話 如果我是秦始皇 我就禁了冷氣 全世界都不用冷氣 禁了冷氣 即是包括睡覺 不睡覺也沒有 其實人不開冷氣是可以的 要開的話,心中有鬼 何時說睡覺一定要開冷氣 是最近幾十年而已 如果我們想起幾十年的情況 不開冷氣是完全正常不過的事 外界形容林昭英是科學怪人 我們就跟他說科學 說其他科學家的看法 昭英哥 是 丹麥有研究說 如果晚上的氣溫 超過攝氏30度的話 會每晚睡小平均14分鐘 有話說越熱,晚上就會睡得越少 遲早就不用睡了 大家都知道 熱起來睡得沒那麼好 如果將來氣候變化 氣溫不斷上升的話 越來越全地球的人都睡得不好 因為長期不夠睡 結果令昏昏迷糊塗 地球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更有理由 不開冷氣睡覺 超英哥… 英國和香港都有說睡房的 最佳睡眠溫度是18.3度 但你的睡房是33度 如果讓我們18度 在房間裡沒有被蓋,怎樣罰 整個月大地方的人都不用睡 27度是一個很舒服的溫度 未必人人理解林昭英 這日她總算遇到知音人 小英哥,你並不孤單 我日常開冷氣,但晚上也不開冷氣睡 那合理,晚上是日常熱 是,我也是睡一隻的 我也是用風扇 日文之下,同路人不只一個 我一向都沒有開冷氣冷氣 我小時候也不開嗎 是 只是睡覺,只是… 總之我房間基本上不開 冷氣機日常開,夜常開 你也要給冷氣休息一下 到晚上,你給她一個機會休息一下 跟人一樣,人睡覺也是休息 平常都會找到這樣的人 你是環保豆豉 我們最多都是一顆環保豆豉 對 微不足道 在你面前真的微不足道 林昭英強調 開冷氣睡是個人決定 尊重其他人的選擇 他亦不會因為外界的批評而睡不著 我當台長的時候 幾乎未試過失眠 就算天文台被人罵到飛那段時間 我都睡得著 這個就是台長的第二功能 保境訓練 他示範怎樣在熱 但不辛苦下,全身汗照睡 冷熱,人人定義不同 開冷氣睡覺的爭論 亦不會停下來 睡眠專家有甚麼高見呢 如果身體要反映出汗的時候 即是說你外面很熱 你體型合合,睡得不好 沖冷水又不好 運動又不好 少許暖水、浸腳 沖冷水、冷水、冷水、冷水 都有幫助 香港人特別是開冷氣 夏天開冷氣睡明胎 這是不環保 在香港太熱、太濕時 我都會開冷氣睡覺 這是真的 是很難的 很難不開 你明白嗎 但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不要開,最好 有風扇幫他冷水就可以了 真的可以 但問題是你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有些意志較強 有些他自己的方法會較特別 別人可以學高難度動作